四位不同年紀、不同職業、背景、角異的都市人 都因為這個比賽呈現一線 不畢業之後就讀書又不成了 方法畢業 然後就做救生員 沒什麼搞的就經常看報紙 就開始想一些投資的東西 就開始炒富 那時候應該是2000年以後 Samson是典型的樂隊 十幾歲開始夾樂隊 彈結他、打鼓、彈琴、十項全能 現在是婚禮樂隊公司的老闆 工作時間交自由 所以有時間炒股 2000年開始買股票 正值科網熱 買了電營 結果是怎樣 不用說了 不過他沒有因此而放棄逐漏股票 然後又按照03、04 然後就發覺市場挺好 就買了 又沒什麼可以買 買了匯豐 然後去到05、06 又等錢花 就放了股票 然後突然之間 08年就落到三、四十元 立刻忍不住又買了 然後又等錢花 總會等錢花 見到他升到八、九十元 忍不住就放了 自然是幸運而 兩次進出匯控賺四成一倍 投資有道當然不是純粹幸運 多年來 資倉穩賺必殺技 我覺得有派息的公司 就是有錢賺 因為很多賺到非喜 大陸那些他不肯派息 我會覺得很有問題 他不派息 其實他賺多少錢 我都不會理 Samson中情本地銀行股 他覺得相比內銀股 較少消息市 四成資金會買 包括本地銀行股在內的股份 升了三成會獲利 會馬至公用股回一回氣 另外兩成資金會短炒 但都會嚴守一致難成的 止賺和止虧位 Samson選股比較集中 每次專組合都不會超過三隻股份 當中上星期再加碼買入浴光 他說這隻股份帶協過去賺幾次錢 而浴光生產的芒消物料 十分獨特 公司有發展空間 現在我們要再加碼 另外一支排超過三隻股份 他不必定的 他在山中的地面 他就是一隻的股份 他會在山地上 他會經過一隻股份 他要加碼 確定的方法 他會遞到某個筒 一根小塊 還要加碼 他會遞到一隻股份 他會是有小塊 恭喜Chairman成为我们今星期的冠军 其他参赛者要再接再来 请大家密切留意 ONTV财经台的潜人投资大比评